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点不太一样的是,日本的视角也算是独特,西方一向认为中国现有的两艘航母都属于引进苏联的过时设计,相对来说,更加关注中国未来的航母,最新中传重攻披露的效果图显示,中国下一艘航母将采用更加接近于美军航母的技术,电磁弹射,直通甲板,这些都是最先进航母具备的特征。 美国人将003型航母同福特级号相提并论,应该说,这是相当高的待遇,毕竟福特号是当前全球唯一的超级航母,日本人更加关注中国航母的建造速度和海上的战略作用。 日本媒体称,中国之所以这么快地就建造了第二艘航母,是因为中国船厂24小时,三班岛不停地在开工。 实际上,日本人的分析不完全正确,因为中国建造航母的速度,如果参考印度人的速度的话,那是非常的快。 但是,认真了解下,美国人建造航母的速度,中国的速度也就是正常水平。 002号舰从开工到下水用时41个月,但是美国二战后建造的同002号舰排水量差不多都和航母福雷斯特级航母。 最快的一艘从开工到服役用时仅36个月,全球首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,从开工到下水仅用时31个月,即使拥有全新高科技的福克号航母,从开工到下水也只用了47个月。 相比较而言,中国002号舰建造的速度,只能是正常水平。 美国依旧是全球最刁悍的造舰大国,中国从无到有,缩小了同美国人的差距,但是要达到美国人的水平,还需要假以时日。 图为002型国产航母日本媒体在讨论中国航母时,指出了他们认为的一个短板,日媒称,中国大力发展航母,存在一个潜在的死角。 那就是即使中国的航母,同美军福特机一样先进,但未来大型航母,本身就是一个过时的东西。 这是典型的航母,无用论的论调。 日本人声称通过购买美国人的F35B锤直起降战斗机,搭载在他们的两栖攻击舰出云号上,就可以达到航母的效果,且能降低风险和建造费用。 实际上问题又绕了回来,关于中国现有的两艘航母真正的短板,而不是日本人所谓的过时短板,那就是无法搭载固定翼舰载预警机的问题。 这会让航母远海航行时面临防空的风险。 两栖攻击舰是无法搭载固定翼预警机的,且仅靠为了实现垂直起降,削减了很多性能的F35B。 就像占据优势的想法太幼稚,日本人在评价中国的武器装备的时候,一向都会找出他们的所谓的短板,这属于正常套路。 这样的评价,用网友的话说,就是让人放心的评价。 反而是日本最新一期航空杂志高度评价歼20完全凌驾于F22之上,这种论调值得。 的评价。